姜妮 没事吧 你看 怎么了 虎回 已经死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杀了胡魁 我看见了 从我跟前跑过去的 他没袭击你 没有 他都没停 直接跑 长什么样 跑太快没看清 就看见是黑白杂色 而且背上还背了个人 一晃而过 就看见背影 还扛了一根向日葵 江湖人有这号人物吗 他没听说过 小心 他没死透 是母兽怀胎 右兽就要出生了 真是千载难逢的觊觎 虎龟出生 睁眼 看到的便认作父母 若是右兽第一眼看到狮子 便能收复此等怪兽 先出来的是紫的 偷出来的是熊的 那就是姐弟了 好 他马上睁眼了 让他看到狮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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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走 好 你们快点了 快点了 你走 我去走 你走 你走 人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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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们 这就是你们的娘亲 你们看好了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千万别忘了 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 你们的娘亲死了 还真把世子当亲人了 我可不是你们的爹啊 千真万确 没骗你们 这么凶 这个不能摇 只是自己人 天一世人 这两只虎葵 天生就应该跟着世子 总要有个名字吧 你是姐姐 那你就叫菩萨 你是弟弟 你叫金刚 这哪能听得懂 对啊 菩萨 金刚 菩萨 金刚 菩萨 真听懂了 你叫金刚 长姐如母 这是管子弟弟呢 我能摸吗 别怕啊 没事的 这么小就有灵片了 哎 她们的母亲是双脚 她们为什么是独角 颜色还不一样 长大了 就会长出双脚 颜色也会变化 世子 虎葵 浑身是薄 丁甲做成甲咒 刀枪不如 不比副脚红甲差 把她埋了吧 什么都不要 她把两个孩子托付给我 足够了 好 出发吧 出发吧 哦 怎么走 越过青城 改作水路 顺江而下 直奔青州 上车 哪儿来的小虎葵啊 嘿嘿 倒是有胆气啊 嘿嘿 嘿嘿嘿 看什么 好剑 徐肖说了 不能给她剑 你娘的大梁龙圈 这你也看出来了 小丫头你别紧张 这剑女娃子用久了 不适合我 哦 哎 你不去跟你姑姑 道个别吗 该说的 都说过了 水路东行 便是青州 千万小心静安王照候 在北梁时 我已领交过他的手段 当年老皇帝过世 巴龙夺敌 静安王只差了少许 便能坐上至尊之位 此人心机深沉 精伟韬略 未必就输给黎阳的皇帝 我 姑姑放心 有北梁三十五万大军在 赵恒不敢杀我 希望如此 静安王 我倒真的有点期待 这位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这位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可以给你 我每天不过去 这位是个什么样的人物